这一夜 海面之上燃起熊熊火光 一艘远渡而来的洋船 被朝鲜军队洗劫一空 除船长之外 所有洋人都惨死刀下 在搬运火药的过程中 一名小兵惊喜地发现 地上有只小银杯 可才刚拿到手 便被浑身腐烂的怪物咬掉了耳垂 第二天一早 小兵回到挤物浦 不知为何连吃了几大碗食物 还是觉得饥渴难耐 直盯着妻子 那嫩滑的脖梗流口水 是夜 小兵与强保中的儿子一块睡下 婴孩被父亲的咆哮声 吓得哭闹不止 跟母亲寻声回屋时 哭声以夹让而止 因为他已被发狂的父亲 咬断了脖子 很明显 小兵已失去了人性 成为贪食人肉的行尸走肉 他火速吃掉妻子 然后冲进邻居家大开杀戒 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带来的是 上映于2018年的猖獗 故事要从前一晚开始说起 朝鲜文官朴贤登上洋船 打算向船长购买一批火神枪 然而有枪无弹 怎可攻破城池 但那源自大清的火药 实在价值不菲 朴贤一时拿不出钱 希望船长宽限一日 但明晚同一时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话说到这儿 牢笼中传出了几声沙哑的吼叫 探头一看 竟是一个浑身腐烂的大活人 船长告诉朴贤 他是感染了邪毒的船员 此时已半人不轨 但还勉强能算个人 一等到明日 便会彻底化身为痴人的夜鬼 朴贤带着一支样品枪回到宫中 并将其交给玉营大将 决定尽快筹钱拿到枪支火药 可是几人才刚结束密会 便被兵判金子俊抓了个阵招 要知道 玉营厅为朝鲜五营军之一 私自装备火枪 等同于犯下谋逆之罪 第二天早朝 金子俊将火绳枪呈上大殿 朝鲜大王勃然大怒 誓要抓出玉营厅的幕后主使 玉营大将一干人等饱数酷刑 但直至月上枝头 仍不肯透露幕后主使 金子俊想出一条毒气 将大将的妻儿也带进刑场折磨 就在这时王世子冲出来秋青 称火神枪是用来对付清兵的戾气 并不是谋反的罪证 还直言大明是君父 朝鲜则是臣子 岂可归顺大清任贼作父 大王听完这番话更加愤怒 他向来不喜欢世子妄议朝政 咆哮着叫他退下 可世子却继续禁言 劝父王不要再听信奸臣谗言 不该任由驻扎在朝鲜的清兵烧杀奸营 简直是百姓为猪狗一般 见父王由言不敬 世子只好挑明了身份 称自己就是御营厅的幕后主使 如今领头的愿意以此明智 只求父王念及古肉之情 放过手下一干人等 说完便挥刀自尽了 当晚金子俊得知了洋传的位置 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那段截传的剧情 然而士兵感染夜鬼病毒一事 是在金子俊意料之外的 不过几日 纪悟谱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昏庸无能大王完全被他蒙在鼓里 只以为基务谱还有逆党余孽 于是下令将其封锁 显然朝鲜内朝已被金子俊一众奸臣掌握 而后宫之中也有妖妃在蛊惑圣星 荣平赵氏志利用占卜之术 便哄了大王言听计从 竟然对身怀六甲的世子妃下了禁足令 连夜将世子府的门窗彻底封死 预备让他活活饿死 幸好世子在赴死之前写了一封密函 交给弟弟康陵大军李清 请求他保护世子妃和自己未出世的孩子 而远在大清的李清 此时已带着一名内侍回到朝鲜 李清位祖九岁便成为质子 这是他时隔多年回宫 早已忘记了路线 主仆二人在空荡荡的积物谱迷失了方向 直到夜幕降临也没能找到出口 就在两人疲惫不堪时 终于有一对禁卫兵起来迎接 李清仔细打量这群穿着兵服的人 发现他们浑身是刀疤 还有几个是独眼断臂 完全不像宫中护卫 犯盗像行走江湖的杀手 于是果断拔刀迎敌 杀手们随即蜂拥而来 刀刀直逼要害 幸好李清自小便武艺高强 一笛时不再滑下 只见冷白刀刃破风而舞 一碰皮肉便带出一抹鲜红 血腥气慢慢弥漫开来 唤醒了那折服在角落里的夜鬼 直一口便咬断了杀手的脖子 对夜鬼闻所未闻的李清 一时间愣在原地 直到一只夜鬼扑到刀上 用两排尖牙摩擦刀刃 嘴角被划开也毫不退缩 他才肯定 这东西并不是换了封面的百姓 而是感觉不到疼痛的魔物 李清连忙挥刀斩杀 萧綦头颅 搅烂心肝 他的动作已经够快 奈何夜鬼越来越多 只将他和内侍逼至死角 而那群穷凶极恶的杀手 几乎就要被分尸殆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剑术高超的女子出手相救 紧接着一群江湖高手 也杀进了尸群中 混乱之中 两名杀手趁机跳上马背 一路朝宫中逃去 而李清则和高手们一块 欲续奋战 终于死里逃生 这群江湖人士的首领名叫老朴 是已故世子的心腹 宫戒女名叫德西 是老朴的包妹 同行还有村民万石大叔 和一个喝酒吃肉的花和尚 原来几乌仆的百姓们 为躲避夜鬼 全都聚集在捕道厅中 而在此驻扎的军官们 早已卷铺盖跑路了 人们不忍心丢下被咬伤的亲人 于是将他们隔离在牢房中 但大家都明白 夜鬼就像是疫病 一旦被抓被咬 很快便会变异 此时 百姓们还不知朝廷 已将纪物谱彻底放弃 还不知那新系百姓的世子 已经死亡 他们将衣着滑跪的李清 误认成世子殿下 爬跪在地上 恳求他救苦救难 老朴也希望他即日进宫 争取世子之位 这样一来 腐烂不堪的朝鲜 才能有一丝生机 但李清却怒斥老朴 谋逆犯上 他不愿去争抢王位 只想尽快回到大清 当一个富贵闲散之人 另一边 杀手已抵达宫中 向金子俊复命 为了能多领一些赏钱 他谎称 康陵大军已被夜鬼咬死 金子俊见他双眼血红 脖梗处有明显咬痕 且伤口之身 想必很快就会变异 于是 直接将他丢进地窖之中 紧接着 立即派人将荣平请到书库 亲手将这个和他苟且了多年的女人 送到夜鬼的尖牙之下 只需一口 他便能沾染上夜鬼邪毒 第二天的早晨 大王敬得很香 还当着各宫非平的面 谈起了昨晚的春梦 他把梦中那兵姬玉骨的仙女 当成祥瑞之兆 殊不知 那并不是一场梦 而是荣平悄悄爬上龙床 只为了尽快怀上世子 把控朝政 此时的他逐渐失去了意识 竟然将自己的野心熏至于口 但很快 他便再也发不出人类的声音 只剩下如野兽一般的嘶吼 只见他猛地扑向大王 在他的手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咬痕 和父王一样风流多情的李清 看上了老朴的妹妹德西 打算将他带回大清 过快活日子 但德西却一口拒绝 他瞧不起那些弃国家与不顾的小人 必定要与朝鲜共存亡 正说着话 牢房内传出了一阵呼救声 德西连忙冲进去救人 不料却被夜鬼死死抓住 幸好李清一刀斩落其手臂 才将德西救下 只过了一夜 牢房中的伤者便成为了夜鬼 而之所以称之为夜鬼 是因为他们惧怕阳光 只能在入夜后出来活动 老朴兄妹看得出 李清怀有人德之心 希望能和他一起进宫 打算向圣上禀明夜鬼之事 李清浅浅一笑 答应了两人的要求 但前提条件是 要德西任由他处置 可是一群人刚抵达杨花金渡口 便被守卫将拦下 原来就连宫外的守卫 都不知夜鬼猖獗 误以为旧物浦爆发了瘟疫 而那忠心耿耿的守卫将 只肯听大王的吩咐 任凭李清如何作宝 也不肯将纪无谱的人放行 眼下就快要天黑 老朴一行人要是原路返回 想必凶多吉少 无奈之下 只好将他们暂时留在 杨花金渡口 分别之前 老朴提醒李清 小心兵盘金子俊 他是朝中势力 最庞大的奸臣 害死世子之后 已经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昨晚的杀手 应该也是他派来的 康陵大军还活着的消息 传入金子俊耳中 想必杨花金渡口 也有他的耳目 但如今 他已没有机会下手 因为李清已经进宫 且不久之后 便会面见大王 在仁政殿上 李清信守承诺 巨石上报夜鬼之事 并提出要亲自带兵剿灭 但已心深重的大王 并不信任这个 多年未见的儿子 宁愿继续听信金子俊的谗言 怀疑李清进宫 是为了争夺世子之位 李清心如死灰 当场宣读已故世子的遗书 恳请父王放过寡嫂和孤儿 而自己在平定 己物谱叛乱之后 将会带着寡嫂 远赴大清 从此再不会踏足朝鲜 这番言论 足以表明 李清并不是为王位而来 大王挥了挥袖子 让他退下 默许了他的请求 随后 李清赶到世子妃的请殿 希望他立刻乘上 开往大清的渡船 而自己则会亲手诛杀奸臣 为含冤而死的兄长报仇血恨 没想到的是 才刚解了世子妃的禁足令 金子俊便再次施迹 将他抓走 美希明曰 是大清使者来访 需要世子妃出席 以示尊重 而杨花金渡口的老嫖 已被抓进刑场 严刑拷打 不仅如此 金子俊身为一介臣子 竟然直接命令李清 独自滚回大清 称只有这样 他才能捡回一条小命 李清不知金子俊 为何如此猖狂 就不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 被大王清算吗 就在这时 禁卫军首领悄悄聊到李清身边 并告知他大王被咬一事 御医们都说是狂犬病 但不知为何发病会如此迅速 只过了一天 便十分虚弱 李清立马猜出 父王感染了夜鬼邪毒 想必不久于人世 原来 这就是金子俊猖狂的原因 此时 王公贵族们 正聚集在芙蓉楼中 接待大清的使者 包括父王和世子妃也在内 宫廷宴很快就会变成屠杀场 必须立刻前去阻止 可天色很快便转黑 此行必定凶险万分 那时担心李清的安危 但自己连刀都提不动 实在帮不上忙 只能将诚心求来的护身符 塞在李清身上 希望神灵能护他周全 一片薄雾笼笼罩夜空 芙蓉楼内歌舞升平 而一旁的小厨房内 已涌进了一群夜鬼 他们全是金子俊 偷偷养在宫中的 作业声盖住了宫女侍卫的惨叫 人们只顾着举备应酬 没人发现 高位之上的大王坐立难安 他呼觉浑身发痒 尤其牙根酸酿剧痛 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往事如跑马灯一样 在眼前闪过 他想起了撕咬自己的妖妃 想起已死明智的世子 似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昏庸 但事到如今才现物 已经来不及了 他已变成了痴人的夜鬼 并被金子俊当场斩杀 等李清赶来时 金子俊正手握诸王之刃 宣布朝鲜已经灭亡 不日将会建立更强大的帝国 且再也不会附庸大清 一大群夜鬼涌进了芙蓉楼 人们纷纷朝出口逃 只有李清提着铁剑往里冲 他成功找到了躲在桌底的世子飞 将他护在身后 内侍则及时带着快拿赶来 三人冲进了刑场 救下了正在接受酷刑的老朴 禁卫军首领得知大王已被金子俊刺杀 立即对李清唯命是从 按他的吩咐 带领大批人马严守宫门 不让夜鬼冲出宫外残害百姓 另一边 老朴带着李清来了牢房救人 除了妹妹和集物谱的同伴之外 还救出了世子的另一个心妇 朴贤 朴贤突然良心发现 坦白是自己告知金子俊扬传的具体位置 还亲眼看着他将那只洋人夜鬼 带到朝鲜土地上 此时 金子俊带着一群大臣 躲进了废弃的木屋 他们不顾门外夜鬼的嘶吼 正在争论着如何推举新王 坚持要维护王室血脉的大臣 被金子俊当场枪杀 其余人再也不敢吭声 金卫军坚守宫门 与大批夜鬼殊死搏斗 很快便堆成尸山 流散在宫中的夜鬼 则纷纷来了牢房 冲破了铁窗铁门 将李清一行人逼至角落 危机时刻 老朴贤扛起铁门 让大伙心形翻窗离开 而他的身手也足够敏捷 在放手那一刻 成功跳出了窗外 天终于亮了 夜鬼纷纷躲进黑暗之中 此时 金子俊迫不及待地想登上王位 不想身边的侍从 突然变成夜鬼 究竟朝他扑了过来 他连忙将其推开 害得一旁的胖大臣 被咬伤了脖子 只见他手起刀落 斩杀夜鬼 然后立马杀死了 刚被感染的胖大臣 他生怕还有感染者 引而不报 连忙要求大家互相检查 竟没发现 自己的手上已多了一个咬痕 双胶有卑鄙 他自然不肯救死 竟然挥刀砍死了所有大臣 然后咬牙斩下了受伤的手臂 希望能斩掉夜鬼协毒 然而 当他终于套上 心心念念的滚龙袍时 双眼已经血红 血管也像枯树枝一样凸起 明显出现了变异症状 与此同时 主角团与禁卫经首领会合 发现首领已伤痕累累 身边已只剩下几名小兵 李清吩咐小兵们 前去洋花巾寻求支援 其余人则留下了布置陷阱 消灭夜鬼 他先是将一面大鼓搬进人证殿 然后在各个角落领上火油 预备一入夜 便利用古典声吸引夜鬼 将他们全部聚集在大殿之后 再将其烧成礁尸 眼下 李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飘显带着大家来了废弃的疏库 并在地窖内找到了火药 可是 才刚搬了一半 飘显便失踪了 原来 金子俊就躲在地窖之内 且已悄悄割断了飘显的脖子 隐形人见状连忙撤退 李清为大家堵住地窖扣 争取逃命时间 不想 金子俊力大无穷 直接将其弹飞在地 内侍本可以趁此机会逃命 但却用全身的力气撞翻了书架 老舅的书架像多名怒骨牌一样 压住了金子俊 李清安全逃到阳光之下 内侍则被金子俊慢慢折磨 刀子在体内游走之时 他还喃喃盯住着李清 一定要收好那张护身符 划翻两头 天刚擦黑 夜鬼便攻进了大殿 赤子飞身怀有用 来不及逃命 差一点就被抓住 幸好万事大叔挺身相救 死死拖着几只夜鬼 等李清归来时 他已浑身不满咬痕 在弥留之际 只希望花和尚能送他一程 他不想变作夜鬼 残害同类 对于他来说 被和尚杀死 也能算是一种超度 此时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大部队应该尽快离开 只留一个人点火即可 老朴露出了肩膀上的伤口 称这是在牢房中受的伤 晕抹一个小时便会变异 他希望自己死去后 李清能重建朝鲜王朝 在他看来 对百姓存有怜悯之心的人 极为人均 一行人挥泪告别 身后的古典声越来越远 由于老朴身染夜鬼邪毒 夜鬼们并没有袭击他 计划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顺利 然而 大殿内却迟迟没有亮起火光 就连古典声也戛然而止 李清终于想起了最大的危险 是金子俊 于是单枪匹马冲回大殿 马匹在半路被狮群截下 他只得依靠一把快刀杀出一条血路 大骨旁的火把已被踩袭 而老朴的心脏早被金子俊捅破了 李清不屑地瞥了一眼 龙椅上的金子俊 抬起了古帽继续悄瞧 同时奋力斩杀着身边的夜鬼 金子俊不动声色 等到殿内聚满夜鬼之时 再次一脚踩灭火把 有勇无谋的李清顿时傻了眼 被叠了各种buff的金子俊 打得节节败退 离奇的是 他在狮山人海中各种穿梭 竟然没有受半点伤 城门上的德西 见古典声再次停住 猜到了李清有难 于是来到大殿附近的屋檐上 利用一支火箭传送火源 不平不已地射在了房梁之上 李清连忙攀上房梁 将火箭一丢 瞬时间引燃一地火油 然后趁着火势不大 沿着房梁爬上了屋顶 离谱的是 金子俊竟然也追了上来 不知是不是因为砍掉了手臂 他的变异时间才会如此漫长 此时竟然还保有意识 两人挥一刀决斗 在烟雾弥漫的屋顶上全力厮杀 李清一不留神 差点粉身碎骨 幸好及时攀住屋檐 金子俊俯下身来 欲被亲手将他杀死 他则看准时机闪开 同时一把揪住滚龙袍爬了上来 此时他手中只剩下一把短刀 攻击范围虽不大 却剩在灵活 三两下便刺中了金子俊的胸口 然后和他一起掉入火海 在生死关头 李清眉开二度 再次攀住房檐 惊险逃生 他坐在屋顶上俯瞰众生 发现那群姗姗来迟的援军中 混有不少百姓 他们将残余在外的夜鬼屠杀殆尽 手中的火把象征着希望之光 李清的双眼饱含热泪 他轻轻呼唤老朴 低声说了句 先有百姓 后有君王 故事终于结束了 接下来就该进入吐槽环节了